其实我过几月前都写了一篇文章在苹果, 我都说搞定苹果又如何, 我那时已讲了,特区政府意向很清楚, 似乎都要在7.1党庆前搞定苹果, 而他们要搞定搞定, 因为现在政府基本上做什么都可以, 所以不出所料, 你知道特炳强连回又说假新闻又说颠覆, 但最后不是用这招, 最后拉几个高层,告了两个, 跟着又凍结户口, 令三间公司无法运作, 跟着又拉过主筆, 据说又有个传闻, 我不知道是真或假, 收到警察电话一天拉一个, 我觉得苹果日报也在考虑员工安全下, 提前将最后一期一期提前一至两日, 所以你可以这样说, 从这角度说, 特区政府就叫做完成任务, 但整个动作相当粗暴及辱酸, 大家都知北京决心要搞定苹果, 所以夏宝龙几个月前已经点了名, 黎智英、黄之锋、戴耀廷都要严情, 现在七日前搞定苹果, 似乎都是, 但问题是你看到香港市民的反应, 苹果早几日印五十万又是卖光, 24日印一百万又是卖光, 市民的反应相当负面, 我想这次进一步将特区政府那种不合理行为, 突显在公道面前, 虽然特区政府出来又说不关新闻自由事, 林郑月娥出来解谎, 但态度相当枯显, 第二,我想这把气大家看得穿, 都会被他讲法骗到, 但想怎样大家都知, 这个摆入明是打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 亦都是针对性地要处理苹果, 我觉得固然你可以说完成任务, 但另一角度去讲, 苹果在1995年不归前夕创立, 26年来我可以讲是香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它最终在这个时候被迫, 不是因为商劫理由,不是经营不善, 不是武力者, 而这样的结业, 我觉得最失败的反省就是, 不是它,不是报纸本身, 而是政府,也是北京, 显示北京根本无能力, 亦无意愿作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或者在80年代以怀, 对香港人对国际社会的种种承诺, 我觉得这是标志着一国两制的失败, 这讲法都无得怎样错, 或者说根本北京无能力落实一国两制, 这都无得怎样错,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觉得苹果日报所提倡那种作风, 固然它在办报早期都有一些值得争议的地方, 譬如陈健康事件, 但事实上它逐步逐步调整过来, 亦慢慢成为一个很有标志性的一份媒体, 你说它行动型媒体也好, 或者说立场声明也好, 你一路看着苹果你会看到, 其实它是与香港人的脈搏相对应发展, 所以你打尋苹果意味着香港人的意愿, 和香港人长期歌舞主运动的诉求被北京都否定, 但你否定一回事,这种诉求不会消失, 所以我相信它成为一种标志,一个历史符号, 这会长期影响香港社会,事实上读者相当多, 再加上在过去几年,特别最近五六年, 你见到香港的中文印刷媒体, 差不多全部都自我调整, 连过往所谓最有公信力那一两章, 慢慢都因为股权逆手等因素, 其实那些评论都相当知, 就算它保持着较为自由的报道都好, 但那些评论都已载在边, 所以其实你见到情况, 过往所谓公信力交街的媒体, 近些纪念都流失读者, 而且都在规损底下经营, 现在搞定苹果后, 香港基本上没有哪份媒体, 真的可以扮演苹果同样角色, 亦都无哪份媒体不是某些程度上变成喉舌, 我相信会令香港的中文印刷媒体 进一步被香港人唾弃, 或更多人不会买报纸, 连青春世代很多都不买报纸, 苹果都不买, 我相信现在经过这次之后, 更多人连一些传统的包装都未必会买, 亦都不会打算, 所以我相信香港中文媒体的沉沦会随着苹果的消失而加快, 当然我都要强调一点, 我自己觉得你从历史去看, 因为大媒体的时代是确实过去了, 因为你看欧美那些大报, 纽约时报,华盛顿又报,华尔加日报这些, 其实过去几年都要转型, 不转型的话那些读者都流失, 是吧? 《时达刀刊》那些有段时间 正常无了这个印刷版,是吧? 所以其实苹果日报过去几年的转变, 包括《栋新闻》、新闻报道, 《昨年本新闻报道》这些, 其实都是一种在香港《中文报约》走得比较快, 走得比较前, 现在无哪种报纸可以做到像它那样, 所以我估其他报纸在非商业因素, 而能够继续生存的情况下, 又不是赚到钱,又不是增加, 又不是大量投资于改善它们的经营方式, 仍然都能够生存, 摆到明是政治操作而已, 所以我觉得中文报约在香港的没落, 会随着荣果而加快, 香港人固然失离了那些声音, 但因为同样我都讲, 大媒体时代已过去, 会议后会有更多, 透过其他渠道而出现的小众报道, 包括了独立记者, 包括了现在有些网会, 当然有个别网会成为中共或特区政府 下一波针对的对象, 包括了过去两年, 因为运动原因而升得比较快的立场, 包括众新闻这些可能会压力比较大, 但我相信其他形式的独立记者、 独立媒体其实会好似很多世界各地 像中文大陆一样,会慢慢成为一种香港人 一种主要的资讯来源都不顶, 我觉得这点可以消互严重。 很粗暴和很肉酸的, 这个是真的,所以你见到日本、南韩、台湾 反应大家估到,南韩都相当强烈的反应, 差不多一份报纸都报导, 日本也是,甚至是暂别等待你回来, 产严重新闻,德国也有那份报导, 英国不用讲,英国外相林涂曼已经即时出声, 更加重要的是这次美国总统也出声, 这次出声不单止是国务卿, 也不是国务员,国务员已经出声了, 早几天已经,这次轮到白宫出声, 总统明义出声,我相信你反映这个事实, 你北京以至特区政府在香港, 你固然可以在不理权力制行破坏制度下, 你做甚麽都可以,但事实上这样做, 对于特区政府以至北京的形象, 似乎一点好处都无, 其实现在局势环境已经变坏了, 你加上这单,我相信只会更难去调理, 跟西方社会的关係,我讲了很多次, 其实随着疫症,随着跟中国关係恶化, 以国际大环境转变,又说要调整简业链, 西方社会会更加着意以香港现在发生的事, 而作为他们去评价中国政府的行为, 以至中国政府政治品格的一个指标, 所以今次若去到美国总统都这麽快出声, 你可想而知要挽回已经不断向负面发展的中外关係, 中国与西方社会关係,似乎变数会更多, 而且难度会更大,再加上你见到不单止政府之间, 其实过去一段时间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 在国际不同地方的形象其实都是变坏的, 再加上你见到六四有五十几个城市, 在海外以延续香港烛光的名义, 延点香港烛光,过往很多报纸头版, 海外报纸头版都会在6月5日登, 维远烛光照耀香港这些都无得报道的话, 所以我相信对中国与中国人的形象 会进一步受损害, 如果官方层次是这样, 连民间层次都是这样的话, 你未来要打开外交局面将它更困难, 而香港问题会成为国际社会 跟中国交往一个长期都会存在的议题, 早前欧盟已经讲了会将香港问题 作为他们对华关係重要的参考, 这句讲得那么清楚你已经, 经今次只是你做给人看, 我相信会,而大家要知道传播 以至新闻自由是西方社会 最重要的社会价值之一, 我相信这个亦会对香港政府 以至北京当局造成一个很难评估的损害,